好 言评 武昌街口 围庭 好 马上派人过去 传几背心 整装出发 抓违规 抓围庭 一刻不得闲 台北市一到七月份统计 总共有九万多件检举案件 而成功举发的占了七成 其中抓最多的就是围庭 但交通举发没奖金 除了提供肇事逃影画面 成功侦破案件 才提供三千到一万元的奖金 相较环保局的检举金 光抓无劫车 有人就可以日抓24辆车 年赚244万 边车烟边骑车乱丢烟地 或者随便土冰狼 靠检举拿奖金 过去甚至还出现了检举达人 因为只要勤劳带着行车记录器 或摄影器材就可轻松入带 反观检举交通违规 没奖金甚至面对平凡的检举人 警察真的是疲于奔命 说的话警力会 就是在不足的情况下 这会造成我们整个的困扰 没有这个真正的违规的话 不要任意的检举 台北市长昆文哲上任初期 就曾明确指出 警政业务应该单纯化 警察就该治安维护 不要有太多闲杂勤务排挤警力 但对比民众检举数和警力 人数不断弱化 似乎到目前为止 警力只管治安的命令 还是沦为口号一句 接着盛程中 夜莹台北报道